不過當然有看到左教授也要繼續來追一下這個氣球的後事了 因為呢現在我們看到美方因應這個氣球的議題 就順勢而上他也宣布對於新的6家 這個陸器 來實施一些列入黑名單 當然他說這6家陸器都跟製作氣球這相關的甚至呢 與解放軍的航空計劃 是有關的 那當然現在美國的國務院又有這種不知名的高官出來放話了 他說呢這個因為我們也都知道氣球還在進行這個相關的調查當中 那他就講回收的殘骸之後發現這個氣球跟氣象氣球的設備並不相符 所以說是中共氣球艦隊的一部分 而不過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官方有釋出最終的調查結果 這樣的放話難道是要施壓拜登政府要朝向這個方向去進行嗎 首先我想看到這個名單以後最失望的說不定是 中國化工 株洲橡膠 研究研究院 因為這個大家現在在第一時間都傳出來說是這家工作 公司做的這個氣球 那事實上全大陸做氣象氣球就這兩家公司 其中一家就就只有兩家公司 其中一家就是這個 株洲橡膠研究院 那麼這家公司 他其實還是蠻成功的一家公司 他還參與到全球氣象氣球的這個標準制定 結果現在開出來的名單完全跟他無關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會蠻訝異的 為什麼是這六家公司 這六家公司裡頭其實有一些 比較有趣的 比如像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第48研究所 它事實上是國防科委 早期的國防科委 跟公安部的一個實驗室合作的一個機構 然後像這個東莞鄰空搖桿科技有限公司 它事實上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合作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軍工企業 它是民營的軍工企業 那又或者像廣州天海祥航空科技公司 它是廣州最早是廣州軍區的 所以他們大概主要是一些軍工企業 或者是它不一定是隸屬於軍方 但是跟軍方有合作的 那麼當然你可以看出來 它這個所謂的實體清單 照拜登政府的說法 所謂實體清單就是說 如果未來美國的相關技術 要出口給這些企業的話 必須要由美國政府授權 才能夠出口 所以是對他們進行出口管制 其實它是延續著過去 想要對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產業 進行卡脖子 這樣子的一個思路 把這樣的思路再進一步延伸 能利用這次的事情 那當然它也是一個 它的一個基礎 它的一個標準就是說 只要這些企業 它是所謂的軍民合用的 那我就基於出口管制的理由 去限制技術流向這些 軍民合用的企業 好 那當然這個部分 其實我想 它就是一個 它有它既有的程序 那到底合不合理 會帶來多大的影響 可能要一段時間才看得出來 因為有時候它現在 宣佈說我這些 是我的這個出口管制的對象 但是實際上申請的時候 它也真的拿得到 所以不見得全部都拿不到 如果它跟美國的這個企業 合作很密切 那美方的企業 就是它的合作對象 去替它遊說 那這個也不見得拿不到 這些技術 比較值得我們關注還是這個氣球艦隊的事情 到底存不存在氣球艦隊 其實這個氣球艦隊要真的講起來 那它一定有一定的編制 所以它是隸屬於 比如說解放軍哪一個部門 哪一個部門 然後它的這個指揮體系是如何 它的整個規模如何 這些問題其實都應該要講得很清楚 那才能夠去說明說 的確有存在一個氣球艦隊 但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什麼呢 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 到底美方想要什麼 我覺得這是大家最關心的 因為你講的這些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 有一些是有根據 因為是從你 所撈到的這些殘骸裡頭講 那有一些事情 比如像氣球艦隊這件事情 就感覺是 沒有一個確實的根據 那麼 到底美方想要幹什麼 我認為它主要的目的 還是希望跟中共 能夠展開談判 就是說 一方面 你看我進一步的這個出口管制 另外一方面 針對這個所謂的中共的這些 其他的一些 空這個 這個航空器的活動 那麼 它如果一旦認為它都是這個 所謂的氣球艦隊 那是不是它就可以 它會 協同它的這個 盟邦共同來進行 加以這個抵制也好 或者加以進一步的這種 征搜 反征搜的這些行動 那這些行動 就會影響到 未來大家 在這個 航太方面的這種競爭 甚至會帶來衝突 所以 它的目的真的還是 那句話啦 不言而喻的那句話 就說那我們坐下來談吧 因為現在前一陣子 就是在 美方 美軍 擊落那個氣球的時候 當時的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就嘗試跟 中共的這個國防部長 魏鳳和通話 但是對方 魏鳳和拒絕了 然後現在呢 當然美方也希望能夠再 讓布林肯再度去 中國大陸 而且我看到說 葉倫也還是很希望可以 訪中 對沒有錯 所以怎麼樣去 所以怎麼樣去把這件事情告一段落 怎麼樣讓這件事情能夠 和緩的 有效的去 解決這個 疏導 美國國內的這些輿情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能夠讓 雙方的外交接觸 能夠再開始 但是 你也不能不考慮 大陸方面的這個情緒嘛 因為你這件事情你要做 你當然美方自己的情緒需要處理 但大陸方面也有他的輿情 所以 氣球怎麼處理 就變成是關鍵 到底美方願不願意去 把這個氣球 既然大陸說是他的 美方也說是他的 那麼到底要不要交回 這個我覺得 就會影響到後續的談判 能不能順利的重啟 你要講到反詐騙 第一個 我們詐騙案件 其實都會跟刑法相關 也有越來越多的這個 我們的地方的專家 地方的學者就在講 你如果既然跟 刑法已經相關了 第一個你不需要再 另設機關 再來你政府還在推 那到底要誰來管呢 是不是就是 資安院 出來之後 就會變成大家互踢皮球踢踢就沒有了嗎 那反詐騙這件事情你有沒有注意到 包括朋友有沒有收到一些相關的詐騙訊息了 政府可能你永遠都會落後於詐騙集團 而且詐騙集團第一個手法推陳初心 甚至連現在想法上面 議題的設定上面也比你想像中跑得更快了 而最近不光是這個普發6000元的詐騙很多人已經收到了 甚至連土耳其的捐款都出現了詐騙集團 我們的詐騙集團 永遠走在政府前面 那我們這個號稱有這個數位天才的這個 唐鳳的這個民進黨政府呢 看起來對於詐騙是一籌莫展 在馬政府時代 那個時候 其實通過兩岸打擊犯罪這個 協議 通過 當時的一些新的 積極的措施 其實是一段時間有效的去遏止了詐騙 那當然詐騙的呢 這個集團是推陳初心 但是 我們不是也號稱 民進黨不是一再宣稱 我們有一個 日本人都非常羨慕的 這個天才大臣 說台灣怎麼這麼有幸 可以有這樣子一個大臣 然後到現在為止 對於詐騙的這些 推陳初心 他還是一籌莫展 大家記得他在書發部長的可能就只有點面線 好 當然 我覺得 詐騙這個問題當然是很嚴重的 其實不只是 IT設備的問題 它是牽涉到我們整個跨部門的合作 牽涉到我們的警政單位 也牽涉到其他的一些 我們整個個資的保護 最近因為個資的洩漏 讓大家非常的恐慌 那個資法其實 按照原來個資法應該是法務部來主管 但是呢 我們事實上政府各部門的這個個資呢 其實他的這個保護機構呢 是非常的分散的 比如像 真正要在技術上去協助的是 述法部 那麼 在這個法規上是法務部 可是呢 協調各部會的又有一個單位 是在這國發會底下的 個人 個資保護 專案辦公室 大家可能都沒有聽過這個單位 所以事實上 他的這個機構是非常的 他的分散 他需要有一個機構去統整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都會想到 術發部 因為理論上來講 他最掌握這個技術 他最能夠去 從技術的層次去改善 他的各種的漏洞 可是我要 沿著剛才 楊明兄所講到的這個 資安 資安 資安院 國家資安研究院的這個事情 其實術發部真的是一個問題 非常多的部門 海華XO 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 電商的網站 好 搜尋 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喔 再見囉